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金河组织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6年再度到访美国,也是两国元首时隔一年再次面对面会晤。 2022年,中美元首在巴黎岛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专家指出,中美关系历经曲折,教训需要汲取,只有重返巴黎岛共识才能通往旧金山。 俗昊表示,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美国为了取得对华经济竞争的绝对优势地位,强推脱钩锻炼,不符合现实利益。 本次会晤对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对推动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美方的经济战略意图角度来看,它事实上给中国的适度的脱钩是它的战略行为选择。 但是问题美国的这种做法和现实的这个区域经济合作的这个框架的现实是脱节。 因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经济深度的依存动, 这事实上是脱离不开的。 印太经济框架,事实上是很难建起来,跟印太经济框架的协议签订了以后,但事实上很难推行下去,因此它不得不进行认真的调整。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经济展现任性和活力。 专家认为,此次APEC会议的召开恰逢其时,将会为亚太和世界增长注入新动力。 这个亚太的位置是越来越重要的,尤其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亚太的这个合作还是比较亮眼的。 虽然上各国面临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很多困难,但是上总体经济发展情势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种意义上说,世界经济的引擎仍然是在亚太。 整个这个亚太或者世界秩序它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面临和平,还是面临战争,是合作还是对抗一个冲突。 我们实际上更多的还是提一些宏观的这种倡议和中国方案,亚太民运共同体还是号召国际能够聚焦于合作吧,对话,包括反对这种脱钩锻炼聚焦于区域合作。 因为实际上很多时候经济问题现在都被安全化了。 所以这次实际上中美首脑会晤各方还是非常关切的。 它的意义超过政治的意义,可能对于经济和安全的影响都会比较大。